大概会有几个地方 我们分别把它完成 所以第一个请各位切到 现在员工比较简单就是 我如果要查那个部门名称的话 那当然可以根据那个部门代号去查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查书函数 那这边呢 当然你可以利用什么呢 利用那个我们 检视与参照的函数 那特别注意 那个函数里面的类别 检视与参照实际上就是做查询 里面的话当然 当然最常被用到的 我刚刚讲过 当然最下面是V函数 不过除了V函数之外的话 其实还有其他的 当然Index Indirect Lookup 跟Match 跟Offset 当然如果说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假如你不用V函数 你有没有办法也可以把资料查回来 也可以查到你要的东西 其他的函数你也不妨可以试试看 因为很多时候V函数没办到的 那你可能要用别的函数了 如果你别的函数你也不会用的话 那你可能就没办法了 你可能就要做一点图卡链钢的事情了 所以这里的话当然 我们先用那个V函数查 然后呢 四个问题嘛 反正就一个罗布一个坑嘛 第一个问题是你要查什么 OK Lookup Value 那查那个代号 OK Table Array Table Array就是哪一个 Table 就哪一个表格 实际上我们刚刚有加了名称 所以按F3 这个时候的话呢 哪一个表呢 我们要查的是 关于部门 所以理论上应该会有个 部门表 部门表有 OK 按确定 那确定之后的话呢 它会显示啊 所以你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我是建议旁边这边会显示出来 那你会发现呢 它查的东西 这个东西会带过来 A01 第二个呢 你部门表里面的是一个大瓜虎 为什么大瓜虎呢 其实在 那个只要是范围 都一定是大瓜虎呈现 就是所谓的阵列 在以色列内部 其实就把它当阵列 那这个阵列里面的话 就是放A01对照的是 董事长4 看起来应该OK 那接下来第三个问题说 那你要在这个 部门表里面 帮你带回来 查一定是查第一栏 我刚讲过 那你要带回来是第几栏 如果你没有 不太知道 到底部门表里面长什么样子 有个方法 就是你把游标再点回第二个格子 它会自动怎么样 帮你把它跳到 部门表的位置 就是这里 第一栏 一定是你要查的 所以它基本上的逻辑是这样 那把A01这个资料 到部门代号的第一栏里面查 查到之后呢 要帮你把 第几栏带回来 那我这边的话 第一栏只有两栏 所以这边输入2 如果要找一模一样的 那就输入0 就是或者打个FORCE 那可是问题你会遇到 假如以后如果没有A01 只有A02 或者其他的 那你就知道 这边就不能用0 你可以用1 他如果找不到的话 1的话会找接近的 不会出现 如果你用0的话 他找不到的话 就是紧NA 紧就是错误讯息 N的话就Nut A的话就available 意思就是找不到的意思 Nut available 就是说找不到东西 OK 然后呢 我们这边输入2 输入 这边的话输入2 这边的话输入0 OK 按个确定 那董事长4就出来了 然后向下填满 这样就OK了